每天放屁数十次 27岁姑娘确诊癌症晚期 有一种屁千万别忽视 放屁是每个人都有过的尴尬事儿 偶尔的放屁属于生理性的 无伤大雅 可是过度频繁的放屁 就不一定是小事了 27岁的小敏是一名公司白领 最近不管她吃什么 总是屁特别多 尤其是在电梯里面 弄得自己非常的尴尬 最近发现自己除了之外 海经肠 但她以为是自己吃得太辣 导致肠胃不适 就没有在乎 父母发现了小敏的异常后 马上让她去医院看看 做了肠镜及CT后 并以结果显示 在我们进食喝水的时候 都会不知不觉地吞进很多空气 空气进入胃之后 可以刺激胃的臂从神经 以及咳神经 引起打嗝 将空气从胃中排出 但是打嗝也只能排出一部分气体 另外一部分则滞留聚集在胃内 另外有一部分气体进入肠道 则形成了肠气 我们的屁就是这部分肠气 其实 目前尚未有研究证实 多屁和肠癌有密切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某些测定情况下 肠癌确实会导致产体增多 对于这类患有大肠癌的人群 其中一个症状就是 但是除了这个症状 患者还会表现出的现象 大便的形状 以及排便的规律都会产生影响 需要综合原因 才可以考虑是否是大肠癌 如果一个人只是放屁次数增加 身体并没有其他的异常反应 那么一般情况下 并非大肠癌造成的 但是如果伴有下面说的这些症状 那么就要小心肠癌了 肠癌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 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饮食方式有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市集团医院 肿瘤科医生李吻霞指出 如果出现如下五大信号 就要考虑大肠癌的可能性 早期可出现腹血 便秘或腹血与便秘交替 也有些人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 便易频繁 以及厚重 此外 大便也会出现便形 便系等表现 便血原因主要为肿瘤破坏所致 便血色暗红 排链叶变或者腥臭的浓血变 肿瘤生长需要大量血液供应 所以随着肿瘤的逐渐增长 病人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贫血 另外 便血也可导致贫血 肿瘤持续增长 部分患者会出现腹部胀痛不适 右侧结肠在解剖上具有腔大 异薄的特点 肠腔内容物多为液状 肿瘤可以向肠腔内生长 60%至70%的中后期病人 可于右侧中腹部触及致应肿块 这是右侧结肠癌的一个真相 肠癌早期几乎没有症状 有的可能只是腹部不适或者腹胀 这也是很多人并不在意的原因 还有的患者因为出现便血症状而误以为是痔疮 结果耽误了治疗 建议大家应重视肠癌的筛查 健康人群45岁以上 应每年作变浅血的检查 一个臭屁 简直让人尴尬得要死 较臭的屁壳以来源于肠道内有较多的粪便猪瘤 没有及时排出 引发臭屁的气体 大多由未及时吸收的蛋白质食物成分分解产生的 臭鸡蛋为了屁相当于蛋白质 代谢到最后腐败的味道 此时胃肠道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放臭屁 不仅是难堪的事 还是一个危险信号 血腥味的屁 预示消化到有出血 血液积聚在患者胃肠道中 胃酸及肠道细菌把血液分解 有时排出的粪便会像柏油一般 屁也会有腥臭味 当肠道有恶性肿瘤时 再加上细菌的分解发酵作用 放的屁也有腥臭味 所以大被颜色呈黑色 或是腥臭味的屁 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目前我国肠癌患者人数逐年上升 每年超过37万新发病例 死亡病例超过19万 也就是说大约每三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肠癌 我国大肠癌的平均发病年龄在50岁左右 并有提前趋势 因此预防肠癌至关重要 减少脂肪类食物的摄入 以及鱼 禽 瘦肉 低脂乃制品代替动物油过多的肉食 以煮 蒸食物代替油炸食品 增加绿色叶类和根类蔬菜 水果的摄入 多吃淀粉和纤维多的食物 保持适当的体重 每天的食盐瘦入低于5克 多吃新鲜食物 少吃烟熏食物 不吃发明食品 少喝酒精饮料 明镳 谢谢观看